这位是哈尔滨的圣巨师 他提的问题 他说这几天听老法师讲华严经 这识明白了 生则是未生 去则是未去的道理 西方极乐世界既然是我们自信所信 那么我们灵命宗师所说的阿弥陀佛的戒引 是否佛对众生的明相说法不是的 也是自信变现的 所以跟你讲真实的 唯心净土 自信于土 跟我们眼前境界完全相同 眼前境界也是自信悲心的 所以你觉得眼前是实在的 极乐世界就实在 我们这个世界是虚妄的是空的 极乐世界也是空的 从心向神 是一个道理 那我们现在能空得了吗 空不了 说老实话 能空得了的时候 大菩萨绝对不是凡人 你看你现在 你执着放不下 你分别放不下 要真正空得了 是六根在六成境界之中 不起心不动念 这个太难了 那才能入空极的境界 这是我们做不到的 法神菩萨了 所以那时要到极乐世界去修行 在我们这里没法子 设法界都不行 必须在一真法界 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 最方便的方法 我们取凡圣同居图 这是有把握的 上面方便有一图 施暴状元图 不见得你能够取得了 但是凡圣同居图 万修万人去 这是靠得住的